大家好,欢迎收听卧草喵政治 我是卧草的总编萌萌 我是卧草的范 卧草喵政治每周帮大家喵一下台湾的重要政治议题 也记得帮我们订阅YouTube频道按下小铃铛 还有Sounddown,Spotify,Apple Podcast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哟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一集开场声音是不一样的 对,没错,大家有没有觉得声音特别的清晰 尤其是萌萌的部分 没有,我们的设备完全升级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那我们今天升级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们终于邀请到除了办公室以外的人 对,没错,没错 那这一集其实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的副习行长田军阳 田军阳跟我们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的军阳 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分享 公督萌啊,公督萌到底在做什么 能不能简单帮我们讲一下 公督萌其实就是以期待国会改革 然后定期会做国会评鉴的一个民间团体 那大家可能会在选举的时候会看到说 有些立委就说他是优秀立委 或者是他批评其他对手是待观察立委 那这个就是公督萌在做的就是国会评鉴 是大家最为人所知的 那其实国会评鉴 常常都被立委利用来就是 是作为自我的promote也好 或者是说他作为攻击对手会认为他自己比较认真的一种工具之一 那当然公督萌其实主要做的事情就是推动国会的改革 包括意识的透明化 像党团协商透明啊 或者是意识的直播 这都是过去公督萌一直在努力的事 我这样让你打断一下好 我觉得帮你这样讲下去就讲30分钟讲另外没了 我要先挖坑 我要先挖坑跟你跳 请问公督萌跟卧槽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其实理念上可能方向上几乎是一致 那当然在体制啊或什么 组成啊什么 当然不太一样 那公督萌还是以社团为主 那卧槽可能是公司 那这个呢就是民间跟 怎么讲呢就是 NGO跟这个公司形态社会企业的不同 对而且算是一个很熟悉 互相也熟悉彼此 那有时候有一些进合 有时候又有一些合作 我们不要逼拉这个啦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合作 对象体的爱情 其实就是这样的关系啦 在播出之后已经烂掉了 为什么这个礼拜要请君阳来 其实上个礼拜最大的新闻 本来是前总统李登辉过世这件事情 因为他那个 我记得那天晚上 大家就是就想说 哇他过世 那我们之后就是是不是要 筹划什么节目什么内容 我们想说要准备 因为各种洗版嘛 那时候各种脸书啊 大家不管正方反方喜欢他不喜欢他 全部都是啪一整面的 都李登辉过世这样 结果呢 结果没想到后面更大条新闻出来了 对 嗯没错 这简单介绍一下啦 我想这个也是 今天邀邀公督萌来的主要原因 像上礼拜五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看新闻 就是立法院 有六位的前后任的立委 被控收受汇款 那被那个台北地检署 就直接进到立法院 调查收证啊 然后还有 甚至有些立委现在被积压 就被压在法院 那这几个立委呢 包括像 民进党的现任立委 苏正清 然后前立委陈唐山 那还有国民党立委的 陈超明 陈超明可能大家比较熟悉 还有一个是国民党的廖国栋 还有五党籍立委赵正宇 还有另外一位是前立委 时代力量主席 虚永明 这个也很让人surprise 那他们那时候的案情 细节我们不提 因为现在也是有点复杂 总之呢 跟那个太平洋 搜狗的经营权 有些相关 那有些有提到说 是不是收了他们钱 要让他们在立法院 帮忙讲话 等等的 对 所以这个 我想这个事情 可能也先问一下 公督萌初步的意见 你看你们监督国会 还评鉴立委这么多 有些人还被搬优秀立委 结果你看爆出来这件事情 你们自己怎么说 这件事情我们有分几个城市 第一个就是大家都会来问我们说 公督萌怎么监督国会监督成这样子 那我就会想问说 因为其实公督萌 先针对优秀立委的部分 优秀立委的部分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 要进行 就是收回优秀立委想象 的这个程序了 也就是说过往不论是 像高志鹏也好 或是像几个有搬过优秀立委 但是涉及司法官司的 我们会在优秀立委这个奖项予以追回 这也是针对哪一位这次涉案的 这一次其实有像徐又铭立委 或是像苏正清 也有当过优秀 对这些都是有 担任就有获班优秀立委 不好意思那个政治麻瓜要发问了 好请问 你们公督萌就是也有 就是举办这样子的奖项去 鼓励奖励优秀的立委表现吗 是每年的有点像什么卓越新闻这样子去 对我们大概是以立法院的会期 就是立法院总共一届就会有四年 那四年每一年就有分上下会期 那我们是以每一个会期大概是每半年的期间就会去评选 这半年以来立委的问证状况 那如果表现优良的就可以与优秀立委 那结果这次的名单里面有人得过优秀立委 我帮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立法院我们之前有提过 但是还带大家复习 就是立法院一届是四年 然后有分上下会期 你可以想象是大学有四年 有上下学期 那公督萌作者就每一个学期会颁书卷 哇你们是那个 会颁书卷 那这次就发现说 靠原来之前书卷有人作弊 书卷奖 是不是叫说给他的书卷奖 那种感觉 现在就是正在就是启动这个程序 那如果定验的部分 我们就会追回这个奖项 那另外一个层次就是说 你们怎么监督半天监督成这样子 那我们其实我们昨天执行长也好 或是我们公督萌的伙伴 都有收到这样的讯息 那我们这边就是举个例子 就是公督萌监督的是立委国会问证的部分 那就像警察那为什么不问说 那警察在干嘛 为什么小偷现在还是到处恨行 那要警察干嘛 警察干脆废掉算了 或者是说 今天为什么还有人会酒驾 那酒驾协会要不要也都关掉算了 那其实我们其实就是一个民间团体 那当然在能量上面 各方面是资源有限 那我们也会在一定的程序之下 尽我们的能力 去做我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听起来这天军阳负行厂来 趁机好像是偷偷的募款 来增加资源 不过我想这个东西可能 问军阳应该是更了解的 因为其实像 因为秉昌就很关心立法委员的各种 就是行为嘛 不管是好的坏的脱续的 那可以 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最 最觉得奇怪的是说 这些人被抓到就是有拿钱啊 或者什么有证据啊 他们好像都会讲说 啊这就是政治献金啊 那这样说 难道可是政治献金没有相关的法规控管吗 这样没有问题吗 嗯其实呃要先解释哦就是大家讲的政治献金其实哦跟我们一般民众啊或一般大家朋友认知的政治献金其实有很大的落差点在于说我们先讲候选人第一个候选人政治献金只有在选举的时间哦依照一定的程序向监察院开立这个政治献金专户那只能呢在选举期间收受一些啊不论是民间的也好或者是企业的捐款那选举终结之后呢这个政治献金专户那只能呢在选举期间收受一些啊不论是民间的也好或者是企业的捐款 专户就要关闭那如果有结余款也好啊有什么款项都最后都必须缴回国库那这个是候选人的部分那另外呢是政党的部分政党呢就是以党名以党为一个单位哦可以去申请啊政治献金但这个呢就是政党哦就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啊立法委员他说哦收什么都是政治献金那我想政治献金绝对不会是啊一个金钟道铁布山就是说啊成为啊犯罪的一个遮羞部也好或者是成为一个 犯罪的一个铁布山哦就是说什么事情碰到政治献金好像就有公益性了好像就没有什么私人私相收受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一点必须先离行哦不是什么事情拿政治献金搬出来就好像可以去合理化他的这些哦不论是收受贿赂的行为啊等等这些都不能混为一谈可是那这样他如果没有依照应该有的规范去给政治献金或是去收受政治献金现在的法规有办法处理吗现在的法规 就政治献金的部分是比较难去处理到这一块所以我们才会去看到说这一次直接六位前后任立委直接是以贪污治罪条例去处理也就是说呢这现行的政治献金因为他的打击范围就是以候选人来说他就是在那个选举期间也就是说选举期间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呢政治献金的打击范围就并没有守备到这里所以现在呢就变成哦我们知道的我们有国家有阳光法案 不论是政治献金法也好或财产申报法也好包含游说法包含利益冲突回避法这些阳光法案呢在这个案子发生的当下其实都没有发挥最重要的工作那所以我们才会在跟朋友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才会说阳光法案阳光法案现在好像变成了两光法案所以两光到现在好传统的比喻只好出动减调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一定会 在这个过程中去聊说阳光法案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变成这样子那就是我想后续我们可能在有一些时间可以去谈这个我想要再插一个话题你们一开始就是因为我们大家关心专业大家都不太一样就是一开始你就是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你们当下最直接的反应是什么不意外还是震惊难过我想是震惊中带点难过没多伤 但当然我们想我们必须先有一个前提脉络去看其实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其实是国会政党轮替之后最大型的就是规模最大的有关立委的社会案涉嫌贿赂的这个案件那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发现第九届跟第八届的差别就在打我们讲新国会新政治那对于新政治有一些期待有一些想象 那对于国会改变之后跟过往就政治时代或者是国民党多数时期的国会有不同所以我们在这个期待之下呢会发生这种事情其实就回到我刚刚前面讲哀伤中政经又带点哀伤所以我们觉得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尤其特别是大家过去往前再讲说垃圾不分蓝绿那没想到这一次包含时代力量也中枪那这就是我们冲击最大的原因 也在这里因为毕竟我们就算民间的朋友也好或是年轻的朋友来看其实我们对于时代力量也好对民众党也好的期待是更高的就是成绩的这个 既然都提到对这个所谓我们讲第三势力的期待好了那所以就是当然因为毕竟那个司法的调查程序还没有完全完成嘛那我们只能就一些不管各方所讲的公开的资料来评论 对那现在之前其实有提到就是说什么徐永明主席是不是其实就是有有去跟这些当事人联络去要钱然后呢那个时代力量秘书长也有说到他们其实有借款把钱进到自己的党的账户但是又不是什么政治现金账户而是什么一般什么营运的账户这个东西有问题吗因为法律上有问题吗 其实要这样讲就是先谈就政治现金的部分政治现金如果没有汇到政治现金专户对政党而言对政党而言他就不是政治现金但也不能应该我重新讲就对政党而言他就是一个没有申报的政治现金他就是违反政治现金法这是我们第一点要讲的就是说假设今天你的钱没有进到政治现金专户 另外呢又有一个不是政治现金的政治现金专户那这个人家就搞不懂了说奇怪到底政治现金有几个专户正常来说一个政党只会有一个专户所以呢就我们这件事情就很简单的去厘清就是说可能有一些人有很多个政治现金专户这都是不对的也是错误的观念就是说以一个法规来讲政治现金专户只有一个那就是每个政治现金都应该 以一个政党为单位去做营运那为什么我们就想把大家我们当大家都当这个白纸一样去解释一下那为什么政党要开一个没有不需要跟监察院申报的政治现金专户这样对政党有好处吗这样对捐给这个账户的人有什么好处吗好那我们简单来讲其实我们先从整个政治环境的脉络来看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候选人的政治现金专户他有个特色 这个特色是什么就是公开透明公开透明这件事情呢很简单来讲就是你你的进去的每一笔钱都必须给民众看到都必须接受检验那这就是政治现金当初设立的目的每一个现金都应该有来源有去向都应该清楚的揭露那为什么政治人物到现在呢我们说的政治现金会变成现金也就是说我们的拿cash来 不是人家说找立法委员讲的事情叫你提不是提前来供不是提早来说而是拿着钱来讲才有谈话的空间这就在于说其实呢在这过程中其实就是说这个现金有个特性就比较好流通好流动现金cash没有记录的没有记录的那现金有个特色就是他在做金流断点 非常非常的容易金流断点就是说我今天查到你举个例如说在地上捡到红包怎么来的 明昏你小心不要乱捡不要乱捡但是另外一个层次来讲说这红包谁掉的不知道不知道那要怎么往上查给谁的不知道那在这个教授的过程中呢假设如果不小心被查获或怎么样这个钱没有 主人那也不知道谁给也不知道谁就是我在高铁上捡到三百万这样也没办法他也撇清责任是吗这个我就不多评论啊具体的不好评论因为这个不好说但是说就以一个红包来讲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这个红包也没有主人要给谁也不知道所以呢就是刚回到前面的这个贪污自罪条例他最重要的就是契约我找谁要做什么事情那个中间这个钱的关系能够呢 中国如果用金流断点做出来之后那都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去做解释 所以如果用汇款的就有纪录是A账户会给B账户那就很好查就是谁会给谁 那如果现金的话除非你当场又拍到然后又可以证明他们有什么对价关系不然你真的就 诶这让我突然想到一点我们反正我们前景期不是有做那个吗政治现金对然后我们讲说 博恩不是收钱帮这个韩国瑜跟蔡英文好啦帮大家那个如果有兴趣的话请回到我们的第二十二集 你都记得急速我都有脾气我怕大家又忘记什么是政治现金第二十二集我这边插一个话喔讲到博恩我就回到其实跟今天主题有相关喔 博恩他那时候萨泰尔发的一个声明里面有一个关键对想到了 你讲还是我讲紧张了让君阳讲你来负责任 他讲的说他尊重每一个办公室或每一个候选人团队处理财务的方式 哦 这个句话呢很有玄机喔为什么 那简单来讲我自己的判断啦我自己判断不是说萨泰尔 我今天假设我讲这句话就是代表说可能大家有点落差所谓落差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假设今天我们跟你约定买便当80块啊我看到说我给你80块啊我看了收据只有只有60块那中间20块怎么原因什么不知道但是呢他就是一种财务运作的方式嘛那这句话呢就回到现在这个题目来讲说我们的政治现金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性那其实就要源自于政治现金他会要脚裤或者是他必须要摊在阳光下这个是很多候选人名则上可能很公开透明但私底下我们讲的就有可能有点排斥毕竟这个金流的网络关系我来帮君阳再做一些这个大展的假设好了因为其实那个博恩那个时候他有发一开始萨泰尔吧应该有发一个公告他有说蓝绿白黄菊 记住蓝绿白黄菊都有收钱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对那个有没有印象但是我们查政治现金专户我们只查到蔡英文跟韩国瑜也就是蓝绿那白黄菊的钱呢他如果没有用政治现金专户而是又有另外的专户来付的话哎那我们就针对我们就尊重各个政党处理他们财务的方式对君阳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尊重啦 好我们今天在那边讲我们也不要再多说说因为多说就是会讲不清嘛好了我们好像有什么我们有证据没有通通没有因为我觉得有些政治人我就很清高说哎我都我上节目都没有付钱啊或许是他没有用政治现金专户付或者是钱不是他付的总之蓝绿白黄菊其实可能都有付到钱只是有人没公开而已好那我们这边再回来讲说 哎到底立法院有哪一些就是说就是财务运作的方式到底怎么是如何灵活运用法那目前以立法院的生态来讲就先讲我们先讲合法的合法的话大概就是有一些立法委员他就会成立协会或者是基金会那呢去做什么呢是去申请补助那也也或者是说呢是要捐款的话直接捐到协会这运作上面相对来讲会比较 我帮大家刚补充一下因为刚讲候选人的政治现金专户就在选前那段时间可以收那选后怎么办我如果还想要收一些政治现金怎么处理就开一个基金会开一个协会没事的时候钱可以捐到这里面对就回到说其实这件事情哦其实台北市长柯文哲常挂在嘴边讲说啊我没有要选总统如果要选总统就要怎样他就要做第一件事情就是那就要开基金会那他自己的脉络就是这样意思就是说呢其实政治人物 靈活运用资源资金的方式呢其实开立协会或开立基金会是一个运作方式之一那当然我们这边讲的不是说每个开立协会的人或者是开基金会的人都是什么非法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在现行食物的运作之上就是运作之下就是有这种状况那第二个就是常见的啦就是所谓的便当住民就是今天假设今天财团 或者是有一些地方的有利人士他可能需要立法院的不是钱他不缺钱那他缺的是什么他缺的是一张名片那这张名片是什么呢就是可以代表某某立法委员他可以利用这个名片假借呢或者是说借由立委的名义或授权能够游走在很多政治法律制定的过程当中啦预算编列的过程当中啦 游走在这之间那也就是大家讲的乔势啦所谓的乔势主理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这种乔势情的乔势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例子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如果说要讲举例来说假设好了不要假设有没有帮我们假设一个情境假设一个情境就是说如果说我今天我讲个最日常的好了我们讲说停车好了例如说我今天被开红单那是以前啦那现在应该 没有这种状况就以前你被警察开单了那大家不是都说为什么车子上有贴一个助理证或有贴个立法委员的出入证或他亮明片说像前阵子有一个就发生一些事情就是那个助理就直接呛说叫警察警政署署长来立法院报告啦那这个就是这个过程当中他利用职权去对于行政单位也好或对于执法机关也好他有施加一些压力那就是我们最常见的 那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乔世晴有这个名片比较好用就是说他今天假设要开一个协调会那怎样才可以找官员来例如说我今天是公督盟民间团体找官员来通常都需要花一点心思或努力但通常官员不一定会出席民间的会议这是常态但如果你今天是用立法委员办公室的名义或是你是某某办公室的特助顾问荣誉顾问这个title听起来 行政单位当然就会有一些忌惮忌惮忌惮原因很简单嘛立法委员可以省他预算嘛那可以叫他叫部长来报告嘛这都是很多监督上的工具那这就很容易成为这种所谓的便当助理游走于合法跟非法之间的黑色空间所以整理一下所以这意思也很像说有一些立委政治人物的这个助理啊他等于说反正你不用给我薪水没关系你给我上名片你给我一个身份我就可以利用这个名片 利用这个身份去到处讨好处刚讲也许是我有停车证我可以边开单我可以拗他我立委助理呢啊我可以去地方上瞧事情比如说马路怎么开啊这个哪个工程案子要不要让我友善的这个团体来做啊然后等等这样讲话比较大声可以让行政部门往他那边考这样子嗯那这个状况其实很特别大家讲说其实民主政治怎么会最后发展成这个状况 这些其实听起来对于行政单位的监督也好对于法律的制定过程这不都是立委的权责吗这不是一个民主价值啊或者是国会政治 呃一个常态吗这当然是公都盟怎么监督成这样子这个我们就先 这个不为难你了啊我们是这应该是两个层次啊不是说为难不为难就是说 今天制度上是这样但是我们要保持这个制度合理的实现他有些手段例如说助理好为什么便当助理会存在最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助理名单没有揭露嘛你今天去亮顾问你今天去亮特助那人家怎么查行政单位要去哪里查行政单位今天会很冒昧说请问这是你们办公室的人吗他敢吗他问了这个他下场是什么假设而且这中间 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冒名顶替的会有这个空间 比如说君阳你今天拿了一个随便拿一张名片然后说你是谁的助理 例如说我今天拿个卧槽名片说我是卧槽什么抬头 那我可能很快就被揭穿了因为人家说这个根本就不是嘛这个就有这个空间那立法院就有这个灰色地带就是我们现在假设要查立法委员的助理 要去哪里查很抱歉查不到 那如果对比来说国外像美国国会像日本的国会其实他的助理的任用名单都是非常清楚 那就没有让这一些所谓的政治蟑螂 或是说这个说客有这个上下其手的空间 我们之前节目其实有提到就是在讨论那个立法院的使用他的经费 有提到说台湾你可以查得到台湾是给立法委员多少钱 一个package但是你完全没有办法查到那个他如何去 实际上怎么分配 那在这次的案子中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又再度显现出来说我们完全看不到立法委员是怎么 使用他的金钱 那我们有什么可以就是检讨的空间 公渡盟有没有什么 检讨的空间 绝对往这个方向监督才对 其实我要稍微讲一下我们前面讲的所谓阳光法案变阳光法案 虽然被形容是一个很old school的 形容法 但这其实大家就是听了心有戚戚焉 至少我是这样觉得 好 那有什么建议的方向 第一个大概分几个城市 第一个就是政治现金跟财产申报 他其实 比较像是处理账务上或是处理 表面上 所谓的 比较 形式一点的东西 就是有申报 就应该去申报 申报之后的资料应该在台面上让大家知道 但是另外一个 问题是要 处理的就是 实质面的东西 什么是实质面呢 就是 游说法 跟利益冲突回避法 那可以讲一下游说法 常常要怎么做吗 好 游说法其实很简单 我们今天 假设一个概念 假设今天搜狗 这位李先生 他要去游说立法委员 他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 在台湾 大家想说 打电话给 办公室主任 打电话给 立法委员 但这个其实是 完全 错误的观念 那这个国外 第一件游说 必须要做的事情 是什么 是登记 也就是说今天立法院 你要去游说立法委员也好 你要做任何政策游说 之前呢 其实就是要去立法院登记 那我们跟大家报告一个状况 其实现在 大家猜猜看 立法院 从 2008年游说法 成立至今 12年 12年 登记多少 游说案件 那猜一下 100 再多一点 12 12年 12年喔 12年喔 一年来个 30件好了 360 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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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低 300 好 你公布 我说 再高一点 317案 317 就一年20几个 可是这不就是也体现了说 很多人他去 登记了 然后发现不好 不好 而且现在有两个层 一个是 你去登记了 没有用 为什么没有用 就是他登记的人 他写 我游说谁 游说全体立法委员 游说全体立法委员 那这样就变成说 其实游说法 其实有点做半套了 那 所谓做半套 其实很容易让人家 有 就是第一个没办法落实 所以就现在的问题就是 游说的登记 没办法落实 所以 如果要检讨制度来讲呢 其实有几个面向 还有一个就是 立法委员兼职的问题 就是说今天立法委员 大家以为说好像是专职 那我们知道立法委员的薪水 其实跟部长一样 一个月大概是 19万 19万 接近20万加年终奖金 1.5个月之后大概 可以到年薪大概250 出头万 那这是比照部长 但是在 兼职的这个情况呢 其实是并不是 比照公务人员 我们要知道公务人员 在 担任政务官也好 或是事务官 更不用说 他是必须 完全不能兼任何盈利职 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立法院 很特别 就是说 其实立法委员 是可以开公司 他不是一个全职 他不需要是全职工作 他不是全职的工作 而且呢 也还可以去当读董 也可以做生意 当读董就敏感 可是不能兼职的目的 不是就是要规避一些利益的问题吗 没错 那立法委员又是 作为国家很重要监督政府的一个角色 他却 他如果开公司 那不是很尴尬 对 而且尴尬的点在于说 其实 我们假设一个情境 就是说 你今天来做政策 沟通的时候 你到底是代表人民 还是代表自己的 还是代表你是公司的董事长 但是行政单位也很 也很 也搞不清楚啊 那会不会说 今天我在跟你谈公益的时候 你给我一个软钉子 我应该说 我今天在谈 公司的时候 你给我一个软钉子 那我在公开场合修理你 那这一次的情况就好像 这个案件其实就有点类似的概念 就是说 为什么大家讲说 所谓的党政 党政跟行政单位跟党团 有一个防火墙 那其实这就是在谈说 其实立法院这一块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就是说 其实立法委员是兼职 那他很有可能代表多重的利益 你说在定义上 立法委员的职务是兼职 没错 他不是专职 所以 势必在这一次要有些检讨的方向 是在说 我们是不是期待立法院 或立法委员 是可以真的专职的在行使 人民所所谓的付陀 毕竟 他的薪水 毕竟他的职权 都是非常的大 那薪水也是比照部长 那我觉得这是应该要去检讨的 看来这个盗族且上 龚都毛还有很多的事情 可以去 推动 没错 我们 还有很多事要做 对 我想要回到这件事情 就是目前现在的进度 最新情形 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是8月5号 礼拜三 已经爆发快一个礼拜了 那 现在就两个情况 一个就是卸任立委 大概就回到 所谓的党的处理机制 那我们现在就 就特别 所谓的党的处理机制 就包含 在昨天其实 不论是民进党也好 国民党也好 时代力量也好 他有坏个基准 所以基准就是只要积压 他就停权 OK 被法院决定要先 积压起来 OK 那政党的自律机制 第一条防火线就是要 给这个党 党员 的身份 那我想这是一个最 最基本 但是 我们其实对于 时代力量 我们现在 其实 我们现在整个 不论是 好朋友 在讨论的事情 其实就是在于说 时代力量到底 如何去看待 自己党主席 涉入这个收口案的事情 那我们对于 时代力量的期待 或者是我们 大家今天 这阵子一直在讨论说 时代力量是不是监督 别人都高标准 那对于自己的 的事情 他是如何去看待 那大家也做一个 比较 大家还记得 2019年的时候 高路理用 委呃委员 当时 时代力量之前的部分区立委 时代力量之前的部分区立委 那他是因为助理 申请了 所谓的 经济部的 或是他的行政单位的 补助款 他申请了补助款 那当时被爆发出来 踢爆好像是200到400万 之间这个钱 那第1个是先要讲说 他并没有涉及 违法 那他是一个补助的关系 就就会 想到我之前讲就是兼职 或者是开立公司 开立协会 申请补助款这个问题 那在这个层次 结束之后 徐永明是 今天是有涉及法律问题 高路引用的那个时候 没有法律的问题 只是有没有 道德 道德上 有没有这个 职务上的 利害关系的 观感问题 而且对于新政治的期待 他的界限到底在哪 大家会 是不是在这个世界 我们会看到 大家对于新政治的期待 会不会 直接一直往下修 就都一样了 高路的时候就 砍得很快 没错 而且 其实 这阵子有点感慨 所以感慨为什么说 今天田居然一直在感慨 感慨是什么 我们大家对于新政治 不是都是一种 政治文化的追求吗 那什么 曾几何时对政治文化的追求 落到今天 是 法律的不得不 就是说今天是因为 依法 我才来做 处理 再来做程序的进行 那我觉得这当然是 对支持者 来讲 或者对于 长期对于新政治 寄予厚望的 民众也好 年轻人也好 他当然会在心里 点滴在心头 会去思考这个问题 就说 我们到底 期待 我们 台湾的政党政治 往什么样的发展 但是希望良性的竞争 而不是 到最后好像都是 蓝绿 其他颜色的政党的标准 好像都 那我们好像就没有什么 可追求 的这种 盼望啊 期待都没有 很可惜 我想说今天非常感谢 龚都盟的 副指引长田俊阳 能够跟我们 分享这么多感慨的事情 看起来你还有一些 是个心里话 想说你是不是最后一句话给我们的 支持新政治的朋友 是的 支持这个 想要对新政治有所盼望的朋友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 好 那也谢谢 今天这个机会 想说这个人讲话有点八股 讨厌讨厌 但我觉得 还要讲一个中肯的老实话 就是说 这阵子 司法案件的进行 舆论 反转速度会非常的快 那我们现在我觉得 司法的问题 就给司法 去厘清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关注的是 各个政党 特别是 小党 时代力量 也好 未来 只要是任何新兴政党 他们的党内 是如何处理这个机制 也就是说我们 可以去期待说 他们今天对于 徐永明的这个案件 到底 党的角色机制是如何去定夺 那 这个定夺机制只要一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 衡量说 大家对于新政治的期待 跟衡量他过去对于蓝绿的标准 是否一致 那我觉得这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我们 一方面在检讨 求进步 一方面也要回头 来看看自己的作为 是不是符合这样的期待 那我觉得这样 长此以往 支持者多关注这个事情 那多给予一些期待 多给予一些压力 那我觉得政党政治才会更 更加的好 那更加的民主化 我想也就是 呃 大家之前比如说很用一些 也许有些政党 高标准去看别人 但是 很多时候他们回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是不是 法治能够 超过人治 能够定定 各个政党都是啦 能够定定一个很好的内部规范 而不是说因为 今天是 谁涉案 所以呢我们就 这个展力决 马上把它开除 但因为如果是另外一个人涉案 那我们就 这个夹到欢迎 然后这个 接封把这个 恭喜他那个 没有交保 没有被羁押 也许要有一个更明确的 制度 而且 要去遵守他 才能够说服他的支持者 或说服廣大的人民 说我们应该要支持这样的政党 我们应该要支持这样的新政治 是 好猛 那你觉得 对不起我又要开话题 糟糕 你先害我吗 没有最后一个话题了 先害我 好危险 刚刚 我想说糟糕的话就让他来 没有因为 军阳他刚有分享他听到这件事情的想法 那我好奇是你勒 我 我什么 对于什么事情的想法好危险喔 就是说知道这个 新政治也好 或是说这样立委受惠 我自己的 哇这个东西又讲了又要讲实好几分钟了 不过我自己觉得很大的感受是说因为 呃大家其实要回头去想说这些案子 其实要真的判到有罪 其实非常困难 因为在法律上 要证明这个有 有这个 贪毒的话 你必须要有 拿钱要对价关系 意思说你必须要证明说我立法委员 是收了别人的钱 才去做这个违背职务的事情 那这有非常多的前提 就是 比如说刚刚讲一个要违背职务 那比如说 如果今天有人给我钱 让我去做一个 其实我原本就想做的事情 假设比如说我们以 呃假设以时代力量为例好了 他们本来就很在比如打击 他们想要攻击这个 那个徐旭东的时候的收口事件 因此有人获利了 但是这个跟别人 获利的人给他钱 他不一定有相关啊 我本来就想要攻击徐旭东 只是他刚好让 某些人开心 那那个开心的人刚好又给我钱 我并不是因为他给我钱才去攻击的 这样很难证明 对因为你其实很难证明 你也可以换个角度想说 说不定这个别人就是看他说 哇为正义发生那个 好棒我们打击财团 所以我给你钱 那只是呢 因为我为善不予人知 不想要在政治现金专户被人家发现 所以我也许拿现金 或是我用其他管道给你 好像你这样说 对啊这样算贪污吗 你用这样的方式想 或是说因为法律要明确的证据才能够判 判罪嘛 那如果他这样解释 你又找不到更好的证据证明 不是这么一回事的话 那你好像也 无法用这些贪污的方式去判他 所以最后回过来 就是 你其实 法律的这个标准 似乎不应该拿这个法律作为 党内自己的 评断标准 因为如果党内的标准跟法律一样的话 那你党内的规章就没有意义啊 你一定要超过那个法律嘛 比如说如果你说 那之前有提到说如果 以时代力量有为例啦 他是党主席嘛 如果他被羁押了 那就要停权或什么之类的 那我们是 如果这个主席被羁押 他本来就没有办法从事他党主席的职务嘛 对 那不是有点就 OK 谢谢 这样对 就有点废话 所以 一定要超过法律的标准嘛 不然你的党内规章 如果跟法律标准贴齐的话 你的规章没有意义啊 我就看法条就好了 你干嘛另外订阅规章 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基本上的 大家需要去 监督 我觉得其实要监督自己支持的政党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的那个 概念就是 因为你想要他更好 你当然自己要监督 而不要一位的护航 那其实就是让他们 大家一起烂而已 爱他就不要宠坏他 对对 俊阳金的hashtag 爱他就不要宠坏他 像极的爱情 我分享我自己听到这个新闻 因为对我来讲就是 这不是常态吗 对不起 我就是觉得已经对政治就是 立委觉得说收惠是一种常态 只是说好像是累积到现在才 爆发出来 然后对我来讲是 好像是 终于有一个机会 可以来 大家来看看 这些立委到底在做些什么 或是来检视说各个政党 他们 各个政党他们是不是 有没有好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就重新检讨吗 有些像 或是危机处理 他们都什么面对这些事情 反正 想说这礼拜刚好请俊阳来跟我们分享 就不同观点 不然每个礼拜就是 只是听 我跟萌萌在那边 萌萌 萌萌的萌萌 跟我们分享 关于监督国会的各种秘辛 对 好 那 今天我们聊到的 萌萌萌的 相关文章 我们也都会连结 都会放在我们资讯栏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点开来看 有很多可以延伸阅读 然后也记得订阅 卧槽点书 IG 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开启小铃铛 然后最后 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 一定要定期定额支持我们 对做更多更好的内容 那感谢大家这个礼拜的 收听 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拜拜